大家好,我是悠悠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款皮卡丘的摇摇甲 这款皮卡丘的话 我们圆球的话就结合我们上一个通用圆球的一个勾置方法去把它勾置出来 然后我们的那个底片的话 我们结合着我们的底片和吉一 我们已经置顶了底片和吉一里面的一个双层花边的底片 如果我们不喜欢双层花边 我们可以勾其他的花边都可以的 现在我们开始勾置它的这个耳朵 我们先勾上面的部分 上面部分我们用到一个浅棕色的线 绕线 环形起六个短针 好,这边可以数一下 一个短针对应一个V 1,2,3,4,5 这边还有一针6 勾好6针之后,我们缩紧线圈 然后拉紧 把这边手动给它弄圆 然后找到第一针 引拔 拉出来 然后把左边的线圈拉到右边线圈里面 我们一定要拉紧线圈 第一圈就勾好了 第一圈我们勾六个短针 这个线头可以直接剪掉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的话我们勾两个短针一个加针 每一圈记得做一个起立针 做一个起立针 然后我们勾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共勾两组 第一针我们再引拔那一针入针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加针就同一个针目里面 我们勾两次短针 再勾一次短针 然后接下来再勾一次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把这个折过来用正面 用到正面 找到第一针 引拔连接 拉过来 拉紧线圈 拉紧线圈 我们这个颜色我们勾两圈 第一圈我们勾六针 第二圈的话我们勾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就勾成八针 八针勾好之后 我们换色 换成我们主体颜色的线 换成主体的颜色的线 这样子按住 勾线过来 这根线拉紧 接下来我们五圈都勾一个八针 不加不减 五圈黄色的 找到第一针 我们勾短针 就沿着它勾一圈 不加不减的短针 这边要进行长线 长两三针就可以了 长完之后我们把它剪掉 这样子不会影响到我们勾字 接下来我们把它给勾完 每一圈 记得我们做一个起立针 每一圈结束之后 我们要引拔连接 拉紧线圈 这一步不要省掉了 我们这样子给它勾五圈 一针对应一针去给它勾 一圈是八针 找到另一针 引拔连接 拉紧线圈 还四圈 我们一次把它勾完 我们这边 黄色的五圈 不加不减 勾好之后 找到另一针 引拔连接 拉紧线圈 线圈拉紧之后 我们断线 记得我们这边 要断线的时候 留一点线头进行缝合 我们耳朵是缝合的 这一款 留15到20公分 就可以了 把线头拉出来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勾字两个 用同样的方法 勾字两个 放到一边 接下来我们勾字它脸上的这个腮红 我们把这个线头 线啊 四股线 我们拆两股出来 腮红的话 我们用两股线勾出来的腮红会更精致 更好看一些 我们用两股线 然后用到勾针的话 我们用一个1.4 或者是1.2的勾针去勾 也是同样也是环形起针 家里面没有两股线 或者是没有那个1.4的勾针的 姐妹我们就用四股线勾也是可以的 那勾的话就环形起六个短针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用两股线去勾 环形 我们勾一个起立针 我们勾八个中长针 绕线啊 勾线过来 绕线一次性带过 所有线圈 绕线 在我们圈内啊 圈内 勾线过来 绕线一次性带过 所有的线圈 这样我们勾八次 来勾八个中长针 这边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还差一针 八针 我们拉紧线圈 找到第一针 明白连接 拉紧线圈 同样的方法我们勾字两个 记得把线头弄到后面啊 勾到后面去 线头的话我们直接剪掉就可以了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勾字两个出来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组装 准备好我们的那个勾字的腮红 还有我们勾字的耳朵 还有我们提前勾字好的一个圆球和底片 这一款底片我用的一个是单层的底片 这个圆球的话我们是勾到 勾到一个短针一个减针 这边把线头拉出来 把线啊断线之后拉出来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缝合 好准备好一根 瑶瑶夹的弹簧 然后两个瑶瑶夹的配件底座 底座 下面我们开始进行组装 先进行缝合嘴巴 嘴巴的话我们看一下 找到中间点的位置 在第二四六七在第七行 找到它的中间点的位置 这样先缝中间 然后我们找到一格半 我们用一格半的间距啊 穿过来 这边在对面 我们这样子穿过来 我们用到的是一格半 然后两边加起来是三针啊 间距是三针 我们把它拖一下 固定一下位置 固定一下那个长短 这边同样的啊 同样的我们穿过来 先把它固定长度 打点胶 这边快速打一点点 稍微把那个胶枪往上面抹一下 然后把那个嘴巴沾下来 把它形给它整一下啊 形整好 没整好我们可以继续打点胶 给它整整理好一下 用针去整 弄出一个弧度啊 弄出一个弧度啊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 我们把嘴巴缝好之后啊 缝好之后 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缝上来 耳朵缝之前 我们在里面填充一点啊 填充一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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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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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